第四题,气球由地面被释放后往上升至高空时,气球的体积与气球内部压力将有何种变化? 我们晓得在地面上时,气球内部的压力就是外面的大气压,而气球往上升之后大气压力会减少,里面的压力大碎就会使它向外面膨胀,因为膨胀所以压力会减小,而跟外面的大气压力相同。 因此这个过程是随时保持一个等压的过程,气球内部的压力跟外面的大气压力要相同,因此当气球往上升时的时候,体积会膨胀,压力会变小。 所以第四题我们说,气球的体积与气球内部的压力将有何种变化?我们答案选的是猪,体积膨胀,内部压力变小。